聚工活活资讯 调记沧海一生肖 与记修信道 这个沧海一生肖 非常的潇洒 非常的 一种逍遥自在 试头看不过放下的自在逍遥 与记修信道 怎么才能够沧海一生肖呢 就要修信道啊 修回本性这条 觉悟光明大道啊 沧海一生肖 滔滔两岸潮 浮沉人生之多少 道徒遥 释封苗 把握家机恋性苗 能够在 红尘晃海 沧海当中 笑得出来 这有一份的 超越 有一份的开阔 滔滔两岸潮 苦海的子岸 到达解脱的彼岸 在这边摆荡啊 在这里红尘 洪海 波浪滔滔了 人生的不成当中 我们到底明白多少啊 修道的旅途是遥远的 世界的这种风气啊 是虚无缥缥的 幻化无常的 也就是 势透 无常啊 把握真常 把握家机恋性苗 这个修半道的机缘 是非常的珍贵的 好好的修炼自己的自信灵苗啦 苦海全一条 渡人出苦劳 名利富贵 飘渺渺 苦海 价慈航 要渡化众生 出离苦海 势透名利富贵 是虚无缥缥的 幻化无常的 不要去追求这种 无常变化的 这种虚幻的名利富贵啊 要任理归真 要朝真常永恒的地方下功夫啦 今何在壮士极了 百年过后终逍遥啊 自古圣贤多寂寞啊 修道的壮士啊 也忍受一种孤独啊 而看看富贵荣华 曾经好像很风光的 又何在呢 但是 圣贤英雄的寂寞呢 百年过后呢 才终究会达到逍遥自在啦 苍天校纷纷是上草 幻海得失谁知晓啊 这个苍天也在校红乘客啦 纷纷扰扰的世间 这样在 这样在吵杂不安啊 那黄海的德与诗呢 到底谁能够真正明白 这个德诗 都是一种无常变化的啊 究竟无德也无师啊 修信道不再飘渺 雾透真假 烦情抛啊 修真之事呢 就是认理归真 修回自信的 圆满清静的光明大道 从此也就不再虚无缥缈的 追逐红尘去花甲品啊 背后呢 就是一份 雾透真假 湿透真假 所以抛舍这个虚假的凡行啊 认理归真 修信道 中活活之讯 调记 沧海一生肖 语记 修信道 沧海一生肖 涛涛两岸潮 不成人生子多少 大独窑 十五岸潮 把我家记下十岸潮 苦海存一条 独人出古老 三岸潮 冥离不愧 终飘渺 今何在 众志极了 百年国 终逍遥 长天宵 纷纷是上朝 黄海的是谁知晓 修行道 不再妖妙 无头增加班轻薄 长海一生肖 淘淘两岸早 不曾人生知多少 当独妖是风妙 把我夹起点心妙 古海传一条 独人出苦劳 命里富贵飘渺渺 今儿在庄世寂寥 百年过灯逍遥 长天宵 纷纷是上朝 黄海的是谁知晓 小星岛不再妖妙 无头增加班轻薄 黄海 昨天 有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